大家好 欢迎回来《芒向》编辑部的《笑声芒》新闻节目时段 今次我是许珊 另外还有我们的易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订阅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今次回来想说说竟然在黄尸方面 发现疯狂转传小红书就有一个投票 最近叫做《追难hack 香港连锁评选》 列出了十大 他们究竟是含泪支持还是挥泪支持 因为他们都很讨厌小红书什么什么的 今次竟然举脚赞成 这么有趣 为什么呢 因为内地的朋友来到香港喝喝吃吃 发觉他们在十大里没有黄尸 没有黄尸这个很厉害了 难怪那些黄尸这么开心 连内地人都认同 所以难点垃圾 例如他们说的光荣饮食 虽然是烟头迷线 还有其他垃圾 两间都在哪里 他们都觉得自己的光荣冰室是连锁 例如那些什么 Fanker师兄 那种类型都算是连锁 因为也有几间 一间都没有上榜 反而你看看 这些什么 扯了一粒的櫈 杨明那个 也是上榜 想不到 这么少人吃过也上榜 还有搬车边的美芯MX 都紧紧 第十位 第十位 他们就发挖到这些出来 这个大行榜 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更新 为何顿已经倒闭了一段时间 都会上榜 还是内地的朋友的经历 还是记忆游身 所以就写了下去 这是一件事 所以令他们就遇到 很多人说 哎呀你们黄店 就没有水档 就是说到很惨 不断批评黄店 或者他们互相批评 有些都会说 其实香港饮食业 一直都是没有服务的 但是这些五毛友 常常骑劫 就是说黄店吃我们才会受气 其实吃东西不开心 被人骂 被人笑 被人玩 不分黄蓝 饮食业 香港的就是这么厉害 这样啊 不如这样吧 我们一起来数一下 这个十大先 刚才说了 低十位 就是美芯MX 美芯就是大陆东西 你说要是否真的好出众 肯定不会的 但是都是希望快靓正的 吃美芯也是 这些叫做批评了就算了 或者你预计的饭 是这么大壳就这么大壳了 那个饭就这么大壳了 就这么大壳了 例如show me your love 那些熟米肉粒 那些熟米肉粒 应该是最颓的 这些一瓶饭一瓶汁 就扔给你而已 你不要要求别人 真的可以慢慢的 煮饭给你 不是这样吧 你不要寄望它会炒底炒底再show me your love 有些人就说肉粒就少了 只剩下一个汁 哪有show me your汁 只剩下一个汁 那它就拒往矣了 就过去了 算了 人家都扔了 第九位就先拆掉它 已经不存在了 那它有意粉屋 第八位 为什么呢 意粉屋在我印象中可以的 我印象中就差了 我小时候吃就好吃 但是后来我大了之后 再回去吃就觉得 不外如是 之后我就没再吃过了 现在是不是真的很差呢 大家不妨留言说一下你的看法 我还记得我小时候 都很喜欢去意粉屋吃 因为觉得比较贵价一些 还有好像环境招呼会比较好看 我还记得一位同学说了一个很精彩的 他就说你吃完意粉屋吃东西 有什么好吃 说明叫意粉屋 当然是披萨好吃 披萨 那这个是不是难吃呢 我想似乎是否变化不够多那些鸡 我相信是 由于内地的KFC 就很多变化 很多选择 可能内地的KFC的品质 比香港更高 有比较就有伤害 所以导致香港的KFC竟然入选 这个十大难吃 第七位 接着第六位 就是叫做霸妈拉面 哇 这样很窍口 其实就是日式拉面的 香港的日式拉面有一个面对的问题 其实就是 难吃的 看起来 这碗东西的造型上是很日式的 但是吃下去就不好吃 好像茶餐厅那样的港式的味道 我吃了也是这样的 不知道为什么 这些日式拉面吃下去 为什么变成茶餐厅的味道呢 我不明白为什么 你吃得出叉烧就是 买急冻的肉片片出来的 然后那个面 是日式拉面 但是最怕 要么就很软 要么就比我的命硬 然后那个汤底 什么猪骨汤底 煮了几个钟 也不是猪骨 是开水的 不知道什么味道 很差的 是农汤堡 农汤堡 再加些豆浆 可能再加些不知道什么 让它做到一些奶味 哇 弄成这样的话 人人鬼不鬼 当然不吃你了 这个是 接着第五位 就是这个叫崔河茶餐厅 都相当多人去投资 茶几这些 你说翠河那些 我都好像在旺角那样 见过它 好像波南街那边 又是普通 又是 不是说什么很出众的东西 是贵的 但是又是 对了 这个应该是一个很 最令内地的旅客感到受伤害 就是 我给这么多钱 为什么你给这些东西 这么普通的 真的有一个价钱在 但是如果你一碟饭 最好 你买30元一碟 质素是这样的了 反而也不会入损了 但是 他卖的东西 是不便宜的 所以才是 又拿不到 那个质素出来 所以才能入到这个磅了 或者如果你在内地吃的当然便宜了 但是如果人家预期 是给香港的价钱 吃内地这样的茶几 那可能会OK 如果你离谱得不知什么 做到一坨东西 还有我们看到有些人的留言 有些放一些图都说 为什么来到香港吃东西 是很受气的 还有会订碟 订碟 例如这样写 服务员是直接扔上来的 就是一声就扔在那里 我也发觉是的 还是那个人喜欢打麻将的呢 喜欢打麻将的呢 我们打麻将 有时候你打电牌子 就打出来的 八班一声就打到桌子上 就是看有没有人 你够斩你就上 阿甘就会碰的 够斩你就碰 一声就打到桌子上 就是你这样打一笔牌子 打麻将的气势 就应用了在茶餐厅的服务员身上 一声就打到桌子上 是不是这样会更好吃的呢 哇我看到 那个煎箱蛋也差不多跳起了 我也怕牛油荒包会飞出来 哇想用这么大力啊 可能习惯了 可能习惯了修势是这样的 这个不仅是他这样的 很多餐厅都有这样的问题 都是要快而已 我觉得就不是那么好 不要绑一声 即是你绑一声都可以 但你那个势就不要这样了 接着就有趣了 第四位是吉野家 所以为什么那些黄油这么开心 就是这样的意思 很难吃吗 吉野家 我又不是觉得非常难吃 会不会有比较有伤害 内地的吉野家做得比香港出色 而且价钱比香港便宜 就算是同一款食物价钱比香港便宜 所以就觉得香港难吃一点 可能是这样而已 是不是 好了 去到第三位 大加罗 大加罗 现在又真的持有很多东西 总体来说 我反而认为大加罗的水准是能保持得到的 你说是不是真的 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小了 那个感觉令人 没有以前那么开心 吃得像一个烤猪 吃不饱的 对呀 现在真的 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只有汁 吃得很饱 只有汁 扒又少 只有两个猪 哎呀 又是吃不饱的 这样就不行的 即是那些鸡翼 发育不健全 发育不良 这些鸡翼小到什么 好了 为什么他们会 挥泪含泪之词呢 就是第一位 银笼饮石 当然记住 银笼有咖啡茶座的 K姐才是 银笼饮食 当然银笼集团 之前很经典的 五宝饭 两片红腸 一块火腿 很搞笑 就是五宝饭 厉害了 第一位 就是亚洲国际餐饮集团 最多是激节投票 这个集团有很多档事 没有说到哪一档 如果是只去整个集团的话 其实他们的档档也不行了 我们举个例子 有些大家认识一点 例如叫做 八份八咖啡 八份八咖啡 八份八茶餐厅 还有这间我觉得还可以 我去过 就是叫牛奶冰室 牛奶冰室的奶茶还可以 挺好喝的 奶味很充足 还有面包 泰国食物也有 什么也有 吃鸡也有 什么也有 刚才提到两家茶馆 会比较多人去吃 或者是娱乐 娱乐大家都知道 三点水的鱼 可能吃鱼米鲜 海南鸡 我们分享一下其他内地朋友的图 好吗 有些新闻大家看到什么 这个是什么 香港的东西又贵又难吃 这个是不是 华嫂冰室 真是肉酸了一点 不过香港吃东西是这样的 不会太在意摆盘的 快脆脆放入一盒子 吃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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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 所以很多人又摆回 维方说 滚啊滚啊 别这样对眼 别人觉得不好吃 好了我们就看看下一张 这些了 香港茶餐厅 怎么越来越难吃 有些人会想 会不会进去吃呢 如果你以一个这样的 感觉去吃呢 有时是这样的 这个有什么问题 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它 是有什么问题 觉得那个 三文字很小 还是东西不够热 看起来又好像很普通 所以我不知道这幅图 会变成怎样难吃 可能整件东西摆出来的感觉 好像不知就丢给你还是怎样的 然后你放进口 可能又没有预期的那种 豬扒包还是怎样的 蛋粉啊什么的 哎呀又煮到古灵精怪的那种 好了我们接着下一张 菠萝油这样上也挺有趣的 一个匙 有一片牛油 就是你自己放进去吧 是有些人就喜欢吃多些 有些人喜欢吃少些油 这样上呢 你可以控制得到 是吧 有什么问题呢 其实我又 不太理解 这个问题在哪里 他说什么 服务态度不错 很喜欢吃他们的菠萝油 但是为什么 谁去谁受气呢 我不明白 怎么受气呢 是不是 你说服务态度不错 但是又怎么受气呢 真的不知道 出现在哪些环节 有时有些是这样的 当你付钱的时候 你跟他说 我用八达通 还是怎样的 如果他给了我 我就在想 你是不是要在一部机器 按几个按针 然后八达通才会显示出来 还是怎样的 我试过一次 他就 不停拍摄那部八达通的机器 就好像 这里啦 那些 我只是付钱而已 不用这样吧 有时候有这些 我不知道他会生气 还是嫌我蠢 还是什么 人人不同的 所以 有时你说 哎呀 你来做服务而已 你以为来卖笑吗 一定要这样的吗 其实不是的 你对于客人那方面 有礼貌一点 就是多谢光临 下次见 还是怎样的 感觉会好一点 不过怎么也好 这个就是 内地朋友的看法 记住 如果香港真的要打开门 做了内地朋友的生意 再加上这几年来说 内地又流行用小红书 或者其他他们自己开发出来的社交媒体 有他们自己的传播力 以及他们自己的影响力 以及形成了一种资讯的文化的话 如果造成了一个杂比的现象 让他们觉得 来到香港吃饭是有福的 服务态度差 进去要抱住一个重伏的决心 或者会进去受气 或者怎样的话 人家自然就会少了来考虑 究竟好不好去香港玩 去吃饭 还是即日走就算了 我来香港 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可以吸引到我呢 就是的 现在很多人都觉得 付了这样的钱 但是换来的服务 感觉上不足 所以我有朋友 在台湾那些 他们为了香港最新的 迪士尼 魔雪奇缘 新的主体课员 就特意来香港玩一转 不过他们也想着 免得出市区 在迪士尼玩完再在附近住在酒店 然后在东冲道 东惠城走过一圈 之隔一两天 回到台湾就算了 就是这样 都知道出道会贵 又会中伏 又会不知怎样 伏多了 不是的 他们不懂而已 我看了社交媒体看到是这样的话 我免得花了这么多时间 总之 我搞了这么多了 我就是想要回我的魔雪奇缘 我就算了 不过我看到那天都已经30多岁了 这件事先 不如这样吧 我们今次暂时讲到这里 所以不要只是永远站在自己的立场去看 他们这样看我 我不对的 那为什么他会这样看呢 为什么会造成这个假象和氛围 如果大家觉得是假象的话 一定要能够叫环米思考一下 站在他们小红书的角度 怎么看过来 我们才能够破得到那个局 好了 我们今次不如说到这里 好吗 好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